欢迎再度回到Golf Center 我是啾啾 位于苗栗院里的全国花园乡村俱乐部 不仅有文明全台的快速果领 度假会馆中的古斯托意识餐厅 更是他们特色招牌 而今年这间精致的意识餐厅 再次配合泰国泼水节 推出合并东西方的新一代创意料理 浓浓的意大利口味 搭配酸辣笋脂的泰式风味 据说是既开胃又美味 讲得我都肚子饿了 就让我们赶紧前进试吃现场 一上门 道地招呼将随处可见的四面佛百事 浓浓的泰国风瞬间满意开来 从2010年起 全国球场的古斯托餐厅 都会配合四月的泰国泼水节 推出泰式美食活动 举办六届下来 不但获得在地掏课的肯定 据说就连正宗的泰国本地厨师 都赞不绝口 大方背数了 去年部分都有邀请到我们泰国观光局 跟泰国商务处处长 以及泰国师傅 立临现场的部分 帮我们一个品尝教学的部分 他们吃过的反应都非常好 甚至他们还留下他们的泰国厨师衣 然后留下来给我们做一个认证 四月到六月这三个月内 我们会选择泰式药理 就是因为台湾刚好录为夏季的部分 也遇到泰国的部分 它是有泼水节跟过年 炎炎夏季就是大家胃口比较不好 那泰式的话可以让人家开胃清爽 今年取名为泰国历的第七届 泰国美式节活动 主要是在古斯托拿手的 浓情意大利料理中 巧妙融入泰式的酸甜香辣 推出一整套从前菜到甜点 一应俱全的创意料理 而其中 主厨首推及披萨和月亮虾饼之大成的 泰式鲜虾披萨 泰超薄饼皮做底 铺上新鲜虾浆 而且烘烤不油炸 再追上北美虾仁 据说吃来是爽口到底绝不油腻 通常披萨 泰式鲜虾 会加很多的披萨 起司 那我们这次完全没有起司 你可以吃到好像月亮虾饼的感觉 又有像披萨的感觉 里面的花枝酱啊 虾酱啊 我们把它铺在披萨上面 下去用烤的 这样子不会说像一般吃起来的 炸的那样油腻 上面的料 我们都是新鲜的虾仁 也不是用那种一般吃面法国的那种虾仁 另一道主厨大推的料理 则又是曾在2011年 被CAM票选为全球50大美食的马沙曼咖喱鸡 这一道以数百年前泰国公主为名的料理 最诱人的地方莫过于它的慢工出细活 以及使用20种以上的配方 马沙曼咖喱的话 它不会像绿咖喱红咖喱来的那么刺激 它会比较温顺一点 然后香气比较 因为它都是采用比较多的干燥的香料 好比说豆蔻 茴香 丁香 这一类的香料 下去研磨 这个酱 一定要用椰奶 慢慢的把它炒香 然后再加酸子酱 就是所谓的螺旺子 用鱼露 椰糖来调味 我慢慢炒 炒到整个香气出来 这个是最大的重点 大部分市面吃到咖喱 它通常都是用鸡胸 我们是用鸡腿 马铃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花生 全国酬赏古斯托餐厅的第七届 泰国美食节 本月15号起重视开跑 邀请您大球之余 也来尽情体验泰式宴下的酸辣魅力 好的 各位球友 小弟身为一位吃货的记者 这一趟下来 总算是为我自己的爱吃 找到了一个最完美的理由 不过像美食这种东西 好吃没不没味 绝对是见仁见智的 所以到底有没有师傅说的那么好吃 就有请您亲自来全国球场 品尝品尝 以上是博士运动频道 李昌 李长勋 我们在苗里所为您做的采访报导 又到了博士教练的体势能时间 上次带大家练习运动前的动态伸展 各位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认真学啊 这次要教大家的是运动后的静态伸展 可以帮助我们运动后恢复速度变快 也会降低运动伤害的发生 更重要的是 如果各位想要让曲线更好的话 就绝对不能错过咯 教练会教很多容易轻松上手的方式 让您的体态越来越漂亮哦 赶紧找Jorge教练一起运动吧 欢迎收看高球体势能教室 我是Jorge 前几堂课有带大家来做我们跑步前会做到的一个动态伸展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跑步的时候 能够更快地热开自己的身体 那今天呢要带大家做的是一个静态伸展的部分 那有氧运动有很多种 像是跑步啊 骑车 或是游泳 它都是一个训练我们心肺的方式 那我们这次主要是用我们的跑步来教大家 咦怎么来训练我们的心肺 可以在我们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表现得更好 今天要带大家来做的是一个静态伸展 好那静态伸展的话呢 我们一开始可以先看到我们的model 我们呈一个坐在垫子上坐在一个舒服平面上的一个姿势 好 动作都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先左脚往前放 对然后右脚往旁边倒 对身体放轻松就可以了 然后做好这样的姿势啊要记得我们的脚尖 是要直立起来的 然后我们双手可以慢慢的往前 看可不可以摸到我们的小腿部分 对 然后可以的话再看我们的柔软度能不能摸到我们的脚踝部分 好如果你觉得有一点吃力啊 有点吃力的话我们就不要那么前面 或是到我们的大腿部分也可以 对 那以上这三个动作是可以让 各位跑者或是想要热身的人来做一个选择 依照自己的柔软度来做一个搭配 好那假如我们柔软度比较好 我们先摸到我们脚踝的部分 然后甚至可以抱住我们的脚底 对 像这样子的延伸我们可以做15秒钟 然后这15秒钟的时候啊 我们都要保持一个顺畅的呼吸 才不会让我们在做的时候会觉得卡卡的不舒服 好 15秒钟之后慢慢的回来 很好 好回来之后我们再换脚 我们换脚做另外一边的动作 对 一样 左脚往回边倒 然后脚尖直立起来 直立起来之后 两只手往前延伸 延伸到自己可以适合的一个柔软度 一样定住15秒钟 过程中保持呼吸顺畅 然后我们的旁边的这个腿啊 倒下去的这个腿也不要翘起来 保持一个垂放的 保持垂放的动作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15秒钟到了 我们就身体起来慢慢的缓和 千万要慢慢做哦 如果太快的话容易让我们受伤 好动作好了之后我们 衔接下一个伸展的动作 好我们先换脚 左脚在前面 对然后我们 我们的右脚踩在我们的左脚膝盖旁边 好了之后呢 我们的左手 抱住我们的膝盖 然后往我们身体的右边转 伸展我们的臀大肌的部分 腿的部分 然后我们的肩膀放松不耸肩 对 然后背保持一个平面 不要是驼背的状态 对如果驼背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伸展到 我们的髋关节还有我们的臀部了 好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 很好 然后保持呼吸的顺畅 15秒钟之后慢慢转正 好记得要慢慢的哦 这样的话才不会让我们的呼吸 失去了一个平衡和协调的感觉 然后我们再换脚坐 对然后换右脚踩到我们 我们左脚踩到我们右脚膝盖的旁边 然后手扣住 然后转体 做一个转体 背部保持一个平面 很好 背部保持平面以后 我们的头也不要太低 我们保持一个看到前面的姿势就可以了 好 一样15秒钟的时间 呼吸保持顺畅 把我们这边大腿这边部分 还有臀大肌的部分 彻底的伸展开来 然后以后把我们的腰的部分 也可以做一个伸展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静态伸展 好了之后慢慢回到原位 好脚放松往前放 对 那这个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在跑步后 做一个很好的伸展 让我们不会隔天那么的酸痛 现在最后一个动作就剩下我们的小腿啦 因为我们做完了我们的髋关节 还有我们大腿的一个伸展 静态伸展之后 最后就是换到我们的小腿 怎么做呢 我们一开始可以先 转侧边给镜头看 我们左脚跨出去一大步 对 然后我们脚勾起来 脚要勾起来 对 脚勾起来的时候呢 如果你觉得距离不够 你就稍微再向前踩一步 好了之后往后做一点点 对 然后两只手扶在大腿上 往下做 对 好 停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先定住 定住的时候是让我们小腿这个部位 小腿这个地方 做一个伸展 伸展10到15秒之后 慢慢回来 好 那我们再换边 好 我们右脚往前踩一步 很好 然后脚要勾起来 脚跟勾起来 好 好了之后我们臀大肌 臀部的地方往后靠 往后 对 好 一样双手扶在我们的大腿上 保持一个稳定 这时候要看到 呃 我们model的背部 我们助胶背部这边 是要保持一个平面的 然后下巴稍微收一点 看着斜前方的地上就可以了 一样保持一个10到15秒 让我们的小腿能够做一个有效的伸展 那在这个过程中啊 静态伸展其实就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那各位跑者呢 如果想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达到我们的伸展的话 绝对可以让你恢复的时间更快 也可以让我们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 提升更多我们心肺耐力哦 今天的golf center要到这边先告一段落了 本周即将开打的赛事 除了有稍早我们介绍过的德州公开赛 和深圳国际高球赛外 提醒大家 万寻赛场还有一场分组记名的传奇长春配对赛哦 经常的赛事转播请大家千万别错过 详细的转播时间 欢迎大家随时上博斯官网和博斯高球粉丝团查询 下周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的golf center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高球动态 我是啾啾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